对不起, 技术上的问题 我网上有点问题 所以现在要重新重新 大家如果不介意, 就可以看之前的 讲过些什么 我现在再讲回刚刚还没讲完的东西 这个是我放了三个星期的九层塔 大家也可以用同一个方法 就是剪了下面多余的径部 先剪了一下 关门行不行? 关门行不行? 我叫我家人来关门 就是剪了多余的径部 剪了之后, 用一些水浸浸 浸完之后 记得不要浸到满了 不要浸一半 浸了之后 用保鲜纸盖上去 然后用橡筋盖上去 就可以放三个星期至一、两个月 我想我未试过两个月 我就不知道是否真的可以 放一个月一定没问题 是不是? 是不是科生大发现?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 很多时候买完东西都不知道怎么摆好 但是这个方法是真的可行的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你每次买那些九层塔 或薄荷叶 买成大抽 你没有理由 只是买去一两条 你会被骂的 你用完之后 剩下的就是这样去处理 那就可以不用浪费了 真的不好意思 我的网络太差了 所以变成了断线 对不起大家 刚刚有人问我 冲可以吗 是的 冲是可以的 一样的方法 同一样的方法 但是 冲是没理由用这样的杯子来做的 那我呢 就是用这个来做的 那我家里有很大的 这个 那我刚刚就 你们问我是不是冲是否可以 但是 冲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想给大家看看这个 玄西 玄西也是 很贵的 可能十元很大棵 十元可能有五六棵 那我也是吃不完的 那我玄西也是这样 用一个圆形的盆子 这样 装一点点水 看到吗 其实它不多水 是少少的 但是 就盖住它 盖住它之后 你看到整棵 我放了两个星期了 整棵还是完整无缺 还是很新鲜 超新� 看到吗 我放了少少水 看到吗 看到吗 那么少水 然后呢 就这样 屈起来 好香 然后盖上 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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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盒子 如果不想花一些 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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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越流得久 像你買菜心一樣 你跟它說我要乾的 我不要噴了水 因為很多時候噴水的蔬菜是為了靚仔 為了靚一點 讓你看得靚一點 它就會噴少一點水 盡量不要買有水分 噴了水的蔬菜 就可以放在雪櫃內一點 第四個問題很多時候都有人問我 你每天都煮飯了 你怎樣控制時間 我控制時間其實不是因為我控制得好 而是我是選擇特別的東西 什麼是選擇特別的東西呢 我每天都上班下班 我怎樣有這麼多時間去煮飯呢 我回到來也會累的 我盡量都會選擇一些比較容易煮 而且不用洗得太久的東西 例如是青瓜 雞胸肉 或者是麵類 這些我就會選擇 我很少會在星期日很辛苦很累 回到你家的時間 我不會特地去洗菜心 我會盡量選擇一些比較簡單容易 而且不用太多調味的食材 我盡量選擇那些 回到家就沒有那麼累了 就沒有那麼累的情況下 就去煮 可能煮大概半個小時左右就可以吃了 番茄也是我其中一個非常喜歡的快速食材 因為就算你煮還是不煮 都可以當成蔬菜蔬果來吃 我們盡量選擇一些不需要洗 不需要太多調味 不需要切太多 即是你吃排骨 你又要去切 又要去醃 又要花時間去蒸 只蒸著排骨 可能已經花30分鐘 那就太久了 我盡量都是可能是星期五的時候吃排骨 不用太累了 我下班回來也盡量都是 青瓜炒肉片 或者是番茄炒蛋 或者是面加一些肉片 或者是 可能就算不吃菜也好 可能就吃一些青椒 沙律 或者是那個叫做甘筍 就是這樣 是否因為世界杯 所以今天不算太多人 上個星期有90人 好了 今天講了四件事 分開了三次直播 對不起因為網上的問題 所以今天分開了三次 真是對不起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東西 都可以inbox我 問我 究竟我想要知道些甚麼 例如今天都有人問我 我們那個餃子 應該要大人吃的話 應該怎樣放些調味會比較好 或者是豬肉的份量 會放多少調味比較好 你問我 我就會解答給你 如果你們想下星期 還有甚麼Live 都可以跟我說 好吧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 趕著看世界杯 我們下星期再見 希望大家明天也要上班 希望大家早點睡覺 早點看完播睡覺 拜拜